黑衣男子被两名远警压上车 他就是持有大量毒品经营毒品分装厂的25岁杜姓范贤 一包包的毒品被分装在黑色的袋子中 另一个房间内好几箱的纸箱打开里面全是彩色装有毒品的咖啡包 先前华联县警局接获情报指出北部有毒品上游 专门提供印有黑色小恶魔标志的毒品咖啡包 给年轻人吸食警方寻线追查8月19号晚上10点多 破获位于基隆市德安路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 当场查获第三集毒品KTA蜜以及毒品咖啡包共计11箱 经查内容物为卡西桶的彩色咖啡包 以及混油卡西桶和一粒年的黑色咖啡包 共计1万多包总重量约110公斤 还有手机两只以及其他证物 预估一小包可卖300到500块钱 市价总共超过300万元 1万多包的三级毒品堪称近年来 查获最大规模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案 怀疑后面有集团操控 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以及幕后共犯 记者林俊峰黄丽娟台北报道